大家好,我是李医生 那俗话说呢,树枯根先结,人老脚先衰 那脚呢,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心脏 从脚的状态,就能判断一个人的身体状况 一看脚指甲,健康人的脚指甲是白色的半月形,颜色粉红 如果脚指甲有横行的纹路,颜色呈黑灰色 那么有可能是甲勾炎,或者是被真菌病毒感染了 那第二呢,就是看脚底的颜色 健康人的脚底颜色是红润的 如果脚底出现异常的黄色,有可能是肝胆疾病 如果呈现白色,有可能是贫血 那第三呢,就是看脚指甲 健康的脚指甲呢,是红润并且饱满的 如果太过红或者是过白,都说明脚部的血液循环不好 那脚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呢,可能是糖尿病的表现 首先呢,脚部皮肤变色 健康人的脚部是红润有光泽的 那糖尿病的患者,由于血液循环不畅 会出现血管扩张的情况 导致血液的流动速度变得缓慢 那血液的颜色透过皮肤,脚部就会呈现紫红色 那还有就是走路费劲 糖尿病患者呢,走路费劲具体表现在小腿疼痛 从而出现间歇性薄形 那糖尿病早期呢,由于下肢的宫血不足 脚部会出现浮肿的现象 随着病情的加症,会加剧脚部的疼痛 以至于走路困难 出现一瘸一拐的情况 第三呢,就是脚部的皮肤溃烂 由于合并了神经病变 以及一些不同程度的末梢血管病变 糖尿病患者的脚会出现局部组织溃烂的情况 如果不及时处理呢,会在溃疡同时合并 软组织浓肿,骨组织病变,脚趾,脚跟或者是前脚背 局限性的坏居,出现坏死 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导致截肢 那么糖尿们冬天应该如何去保护您的脚呢 首先,每天用温水洗脚 保持脚部的干净清洁是很重要的事情 每天睡觉之前,可以用不超过40度的温水泡脚10分钟左右 泡完之后呢,要用柔软的毛巾把脚擦干净 第二呢,就是要保持皮肤润滑 由于冬天的天气比较干燥 脚部容易出现均裂,甚至形成溃烂,引发感染 所以呢,每天在脚部涂抹一些润肤霜 并且轻轻地按摩,帮助吸收 保持咱们这个皮肤的湿润 还有呢,就是经常要活动脚部 避免长期保持一个坐姿 也不要长时间的两腿交叉而坐 否则会压迫下肢的血管 影响下肢血流循环 可以经常提高下肢或者是按摩脚部 促进静脉回流和局部的血液循环 最后呢,在平时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脚部运动 达到降血糖的目的 比如做单腿站立平衡的动作 保持30秒钟,然后换条腿 有助于增强腿部和骨盆肌肉的力量 改善平衡性和协调性 防止因血糖低而突然晕倒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关注我,了解更多健康知识